在我身后 相信你一定又熟悉又陌生 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博物馆很久没有再一次开放夜场了 那么今天6月6号 我们现在是晚上6点钟 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赵普出的书法展览 那么其实在今天下午 我跟我的家人去了静安家里的一个集市 那从我的一个主观感受 我感觉美食占据了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场面 那我也在想我们传统文化或者是一些文创产品 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脱颖而出呢 最近又是大家热聊的地摊文化 集市文化 其实自己也想跃跃欲试去试一下 所以我觉得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所以我更加要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展览 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迸发出来 好吧 欢迎来到九度要你聊艺术 好的 那么经过10分钟呢 我已经到达了这个上海博物馆的三楼 也就是这个赵普出的展览的门口 提醒大家几件事情 第一个你要提前三天做一个预约 第二件事情你要带好你的身份证 第三件事情要出示你的防疫码 第四件事情就是要像我这样戴好口罩 这些东西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展览 我要简单的大家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展览 在我身后呢 是这个展览的主题叫吴敬毅 那这个吴敬毅其实比较好理解 就是赵普出的斋名 那么我现在进去了 跟着我 我今天简单的带大家去看一到两件作品吧 好不好 好进去吧 好的 简单的给大家来看一张图片 好不好 请你迅速的告诉我这两个字的实际大小有多少 启功先生曾经有一句话 就是书法绘画最好的东西 恰恰是影片照片没有办法表达 没有办法传递 那么我认为这句话说的非常正确 就像我们看张照片 我看不出一个女生的实际身高一样 我现在给你这一张照片 你能判断出它的字的大小吗 其实我当时在猜测的时候 我也猜测错了 那么现在 我们把画面切过来 这个字就有这么大 我当然猜测可能是四尺四开 或者是比四尺最开短一点 但实际上比我想象的小很多 那么我觉得我们要聊一聊什么呢 就是我一直在讲 怎么样去欣赏一个好的作品 你去看这个老实的老的这个撇的最后 它是不是留住的 对吧 还有就是老实的实的这个撇的最后 它又是不是又是留住的 我一直说你练基本功的时候 这个撇一定不要写飘 一写飘你没有气息 没有力量 没有 对吧 所以我觉得看真技 你要去看为什么别人的字是好的 为什么老师一直跟你说 字要留住 笔画要留住 道理就在这里 灯亮暗灯 上波你只要手一挥 它就会亮 我还想讲的是 你去看这个老实的实 最后一个点 它是往下走的吗 这个虚比 它不是的 它是往回走的 你知道为什么 对吧 所以很多人在写行书的时候 这个撇很想往下跑 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字 灵铁的时候 这个字下面有一个字的 所以这个撇可以往下跑 但是在实际作品当中 这个点 它作为一个作品的最后一笔 没有了 那你可以不要这个虚比 那你也可以像这样子 你可以学习 可以往上走 对吧 那我还要再讲一讲 一般的书法比赛 书法展览 你能看到有人写老实的吗 很少 谁叫我要写老实肯定过不了 海选都过不了 那么只有 我觉得像赵卜书先生这样 底气很足的 学员很厚的这样的学者 文化人 他敢于写这样的字 而且你去看他的落款 他是80岁时候上乘课的时候 我相信他也是 给自己学生在讲课的时候 他去写的 好吧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去猜一幅作品 很有趣的 好的 第二题 来 佛心 看图片 你能不能猜出它的大小 那就简单的聊聊佛心这两个字吧 你觉得两个字好在哪里 从我个人感觉 我看到这两个字 我觉得它的基本功太扎实了 为什么呢 以这个佛心的佛为例 一般右边这个符 初学这些不好 很容易这个撇跟这个树 你左边右边去撞到 但是赵卜书先生呢 他在那么小的空间里面 能够把这个留百留的清清楚楚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聊聊我的感觉 我觉得来博物馆看这样的作品 你要学什么 其实你可以学的东西太多了 比如说这一件作品 你可以学它的印章 你可以学它怎么敲张的 如果佛心下面的这一段落款没有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落款 那这个作品就短了 对吗 或者是佛心这两个字一大一小 不和谐 那么有了这个落款 它整幅字 这个气息就撑起来了 尤其是下面这个印章的位置 跟这个落款的位置 跟这个佛 它是很和谐的 对吧 这是一个基本功的呈现 或者是它对于书法作品的一种理解 那么再来一个问题 如果佛心右上角的这个印章没有了 或者是往下走一点点 你觉得OK吗 你可以试试把这个印章给掐掉 或者是把这个印章拿下来 那从我的感觉 如果没有这个印章 这幅作品就窄了 对吧 因为有这个印章 这幅作品就横过来 这个尺寸就撑出来了 气息就非常的好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你们可以去博物馆 各种各样的书法作品 去留意书法家是怎么敲印章的 那么今天就讲了 简单的讲两幅作品 我来这边看 时间非常有限 我还要去多学习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你看这个佛心 赵普出先生 他从来不标榜自己是书法家 他还有很多的身份 他是社会活动家 他是宗教家 他对于中外的文化 你看有一幅作品 陶陶也说了 他又抄了中国的经典语录 又抄了西方的经典语录 对吧 他知识结构非常非常的丰富 我能够给你介绍的是 非常小的书法的那一部分 那如果你对于这个展览有兴趣 你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加入我们的交流群 未来一定会有更厉害的老师 来为我们解读这个展览 好了 我要去看展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